平安將近 有不少縣市傳出是涉嫌 以現金來匯選 一票甚至最高 還可以給到一萬塊錢的情況 同時警方也在追查地下賭盤 目前全臺是已經查獲到四十一件 七十七人 而且是從北到南都有 臺中市警方指導犯罪據點 破獲賭博集團 非法經營博弈網站 屋內查獲主機帳本 跟現金十一萬多元 遠近深入追查 還發現有集團成員 在開選舉賭盤 以縣市長候選人選舉結果 作為賭博標的 為了避免遭到警方查棄 他們彼此之間 還以台語的雜播雜播作為暗語 警方調查嫌犯透過LINE 以臺中市長候選人 為下注標的 賭資五千到兩萬元都有 一共查獲五件五人 而地下賭盤純純於洞 全臺已經查獲 四十一件七十七人 六都市長候選人 也都成了投注標的 光是在縣市長部分 就已經查到三十九件六十五人 不只抓選舉賭盤 捷徑也在新北市瑞芳 發現有里長候選人 涉嫌用禮品行賄 臉書上開心拍照 這名秋姓里長候選人 涉嫌送高粱酒和口罩 換取選民支持 被依違反投票交付 賄賂罪嫌提起公訴 除了送禮會選 像是在基隆跟宜蘭等縣市 也持續出現候選人 涉嫌利用現金買票 每票從一千起跳 甚至最高給到一萬元 許多受惠民眾被抓到 紛紛繳還會款 而選前最後四天 僅僅不讓任何非法行為 危害選舉公平 記者傳遇林真神陳立峰 台北台中報導